每天12点睡觉 你会比同龄人老得更快 睡觉使于皮肤会进行自我修复和暂生 释放生长激素和细胞修护因子 而熬夜就像一场龙卷风 打乱了皮肤新陈代谢的节奏 同时还会分泌皮质唇 攻击玻尿酸加速玻尿酸的分解 连续熬夜三天 皮肤将肉眼可见变了 出现细纹和松弛 为什么熬夜后脸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首先要知道 我们的皮肤是水做的 有70%都是水 这些水靠玻尿酸来储存 一克的玻尿酸能吸附自身1000倍的水分子 作为包外监制的主要物质 锁水只是玻尿酸最不值一提的功能 它的轻件能够牢牢地锁住水分子 改善皮肤营养流动 再保持弹性等多方面起重要作用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皮肤中的玻尿酸会逐年减少 30岁以后 玻尿酸将以每年2.5%加速流失 到60岁时 皮肤中的玻尿酸将只有婴儿时期的三分之一 而且熬夜吸烟等不良习惯 还会将玻尿酸流失的进程大大提前 这就解释通了 熬夜后的脸这么不忍之事 玻尿酸流失 为导致皮肤组织液与血液之间物质和能量交换减少 皮肤得不到充分的营养物质 细胞便逐渐老化并丧失功能 最终使面部失去饱满感 皮肤弹性下降和皱纹出现 老态越来越严重 所以只要我们补充玻尿酸的速度 能赶上其流失量 就可以保持住紧致饱满的皮肤状态 但玻尿酸的大分子结构 注定了它涂抹在表面 只能起到保湿作用 无法透皮 如何跨膜吸收 就成了各国科学家束手不错的难题 这两年我国率先有了新的涂护 林沛学院时发明出 几须涂抹就能进入真皮的全分子量玻尿酸 并将成果落地 怎么全分子量的就能吸收进去了 全分子量玻尿酸 就是各个分子量全都有的玻尿酸 大的当然还是进不去 但让小的进就好了呀 大中分子玻尿酸作为老大哥 在表层形成一道天然的皮肤屏障 小分子和寡聚分子这两个得力干将 则渗透到基底 用它们强大的吸水膨胀技能 让皮肤获取更多的营养 穿过细胞膜 激活线粒体 让细胞充满活力 使皮肤紧致有弹性 这一整套流程操作下来 皮肤的角质和真皮 都能得到玻尿酸的滋养 真正实现了简单涂抹就能抗亡 这一先进的成分 也被林院士运用到 自己品牌林博士的全线产品重 它针对30岁以下的青熟肌 搭配了抗老修护 保湿三合一的SITU-E-T 设计了畅出老的青春水乳 并又在此基础上 研发了原能水乳 它将全分子量玻尿酸升级为素 铺原能素 以实现更深层次的细胞级抗老 从根源上负能改善老态 更适合对抗老有高需求的人群 皮肤衰老就是细胞丧失活力 缺什么补什么 将皮肤内部的运转稳定在年轻态 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动灵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